欢迎持续回到10月8号1900台湾大头条 最近热门话题当然是农委会 我们带你看看这个主委陈武兄 那么他今天做了一个促销的活动 他说要促销香蕉 但没想到促销香蕉的地点不是在都会区 反而促销香蕉跑到了嘉义 台湾的农业政策到底在哪里 那么陈武兄他身为主委 到底知不知道清不清楚 好我们带你看看的是 最近好多事情都跟农委会有关系 像是昨天被民进党踢爆了 那么农委会动用公款来帮马吴来辅选 而且陈武兄农委会主委 他竟然还挂名马英九全国农业总会的召集人 里面还有很多的署长 其实农业体系那么都挂召集人 连日来还被点名是不是行政不中立 其实陈武兄都没有主动说明 不过国民党倒是发了新闻稿 他帮忙回应 他说挂名召集人 这件事情是国民党自己内部做的 是党工自己做的一个表格 就把这个名字给安上去了 跟当事人是没有关系 不过今天民进党在爆料 说怎么可能是国民党自己做的 他当然会去问过农委会 而且这样的组织架构表 明明是从主委办公室流出来的 就怕被香蕉砸到头 直询台上的陈武雄吓得往后退步 但这一说整个人似乎也神隐了 民进党狂开农委会行政不中立 陈武雄的反应连续几天来 就像这样 面对争议退居幕后 但看看上个月三号 陈武雄可是大大方方 陪着马总统到台中大甲 参加农业后援大会 传出这场活动经费 农委会有补助 更扯的是 马总统要成立全国农业后援总会 组织架构表 看清楚 农委会主委陈武雄 国民党副主席詹春博 都挂名召集人 被指引党政不分 国民党急得很 发声明稿澄清 表格是党部人员做的 被列明的农委会官员 事前并不知情 造成当事人困扰 非常抱歉 只是国民党帮忙 党子弹 民进党掀开内幕 当初是农委会内部的官员 看不过去 看不过去 所以他才流出来的 据这位官员所称 这张表 是从组委办公室 直接制作好 交给 属下去执行负责 公家资源 服选马无配 是国民党内一时疏忽 还是蓝营高层 有交代 陈武雄 静悄悄留下一堆问号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好 您刚所看到 是农委会行政不中立的问题